今天第一次试跳成功率很高 而且整体的技术动作完成的也不错 白玉铭和白玉豪是轮生兄弟 那么在这次比赛当中 双人跳当中他们是共同出战 那么今天只有其中的一个出战 但是第一跳白玉铭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今天甲乙组看来竞争的都非常激烈 因为乙组的小队员第一个动作 白玉铭一定是体效 同样是407C 这个动作完成了同样出色 小队员们现在是打得非常有信心 小队员们现在是在这里 白玉铭 白玉铭余力是体下 6243D难度系数3.2 和前面选手是相同动作 将身体支撑平衡 推弹 击跳 不错 这动作完成的非常连贯 非常的连贯 这个动作就怕在空中的翻腾 和最后入水环节呢 衔接不好 最后打开的时候时间刚刚好 小将白玉铭这一跳很成功的 白玉铭余力是体下 207C 和前面的队员是一样的动作 合选手 吼吼小将相当不错了 裁判最高给到了9点5分 这是一组的选手 看到他这样的表现 大家对中国男子未来的跳水 真的是要抱有希望 因为中国的跳水队被称为梦之队 在韩国光州结束的世界游泳级比较赛上 中国拿到16块金牌 那么其中有 白玉铭 余林式体校 同样307C 这一跳跳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白玉铭这个小将今天的表现越来越好 入水时呢 干净利索 而且呢 整个的身体 还是撑的比较直的 三零分啊 白玉铭 余林式体校 他的动作同样5253B 哇 这个动作完成的很好啊 现在呢 黄玉铭是一组当中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这一跳对他来说虽然发挥的不之前好 但是呢也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最后水花大了一点 但是从裁判打分来看 这个算是一个 中规中矩的表现 除非有其他的选手 在他身后有超级表现 否则的话 想要超越白玉铭 也是非常吃力的事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